2021居住客群消费趋势年报 一线城市平均36.9岁买房 女性置业占比升至48.79%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28日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人口增长率下滑但质量提升 性别结构改善但护均规模减小 少儿化和老龄化并存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 在老龄少子的背景下 一方面营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不少开发商已经抢先布局养老地产 包括长者公寓、养老社区等等 另一方面 80及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人群正迅速取代 70及80后成为住房消费市场的主力人群 据2021居住客群消费趋势年报研究显示 2021年1至10月 一线城市购房平均年龄约为36.9岁 高出新一线城市2.7岁 高出二线城市2.1岁 它经济时代 一线城市女性职业占比迅速提升 七谱数据显示 我国男性人口为7亿2334万人 占51.24% 女性人口为6亿8844万人 占48.76% 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 而六谱男性比女性多3398万人 在高学历女性占比提升 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及传统婚姻观念改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女性在家庭生活及社会工作中的话语权逐步提升 她经济已经到来 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显示 全国30个重点城市整体女性购房占比 从2017年45.60%到2020年47.54%逐年提升 女性受访者中认为 房子比婚姻更让人有安全感 占比为36.07% 在家庭和婚姻里更加有底气 占比为29.59% 有一个为自己挡风遮雨的地方 占比为24.32% 更多女性想通过婚前置业 为自己未来的家庭生活提供安全网